今天用红薯搭配两个鸡蛋做一道红薯的新吃法 首先将洗净的红薯给它削皮 再去掉它的头和尾 再给它切成五厘米的薄片 碗中准备一小碗的糯米粉 倒入凉水,将它调成面团 调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将调好的面糊冷水下锅 上锅蒸5分钟 糯米糖蒸好后夹出来 碗中倒入凉鸡蛋 用筷子将鸡蛋打散 盘中准备一些面包糠 切好的红薯 中间夹一点糯米糖 然后用六一片给它夹住 用一压 压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沾上一层蛋液 再裹上一层面包糠 再裹上一层面包糠 放入盘中 油温五六层热,下入油锅中炸 再裹上一层面包糠 锅中炸 然后切成小鸡蛋液 然后切成小鸡蛋液 中间切成小鸡蛋液 中间切成小鸡蛋液 放入半分子 一道美味的炸红薯片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